这么着急把我交过来有事吗 钱凑齐了吗 凑什么钱呀 我听我母亲你在说什么 行 装糊涂是吧 那我报警 可是你有病吧 这这样想说你至于吗 两位先冷静冷静吧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聊一下 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我之前工资卡一直都放他那里 前些日子我妈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老家外的围墙倒了 想管我借贷钱重新盖一下 我就寻思给他转两万块钱过去 结果一查杨卡余额就剩几块钱 我问你 这杨卡里钱呢 我 说话 我问你钱呢 你跟我害什么呀 我花了花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老子辛辛苦苦三年攒了十八万 你可得好 说话就给我花了 你还是个人吗 那钱花没了就再去挣呗 你有这时间在这儿跟我吵 你还不如多出去挣点钱 那你告诉我这钱花哪儿了 给我爸妈了呀 他又拿着钱出国留散心去了 我这也算帮你孝敬他们了吧 不是你怎么想的 你拿我的钱去孝敬你爸妈 你脑子没病吧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那咱来以后结婚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我爸妈不也是你爸妈吗 你给他们花了钱有什么不得意的呀 你爸妈是爸妈 我爸妈就不是了吗 那本来就是啊 你家村里的破墙倒了就倒了呗 还花钱干了干什么呀 你说的是人花吗 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我想怎么花我就怎么花 没得着你这种话讲吗 就能你孝敬你父母 到我这就不行了是吗 我爸妈辛辛苦苦 在农村一辈子才把我攻出来 平时遇到个大事小事 从来都不舍得麻烦我 现在就想要用这两万块钱 我都拿不出来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身上找的原因呀 你要是要出去能多赚点钱的话 还会出来这种问题吗 女生咱还是要点点嘛 你没有资格用男生的钱 去表现你自己的孝顺 还有男生 这样的女生真的不适合你 不是咱俩好歹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因为这点钱你至于吗 你说的对 钱没了可以再挣 但是良心没了就真的没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还记得上次我妈来想看我 我不在家你是怎么做的吧 我妈上午到的谁呀 结果下午你就给她送车站去了 还说什么为她好 那她都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了 肯定就不关城里呀 有什么问题吗 你在家就这么对你爸妈的是吗 你还有没有点教养啊 我 行啊 这十八万你最好一分不少都给我退回 否则咱们法院见 小五 快 请允许我用哭泣为故事手抢作训 你又恨苦用我相待暗示层离